歡迎收看五期金錢報 帶人了解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真話 我們來看到亞洲股市呢 今天普遍做一個拉回 當然是大家股市的部分呢 維持在小紅盤之上 不過我們來關注到 剛剛公布的這個大立光的 第四季的獲利 去年第四季EPS呢 來到六十四點一八 是創下歷史新高 那第四季的營收呢 是來到一百六十一億 也是創下歷史次高 那毛利率呢 更是攀升到了 百分之七十一點六八 非常的高 不過大立光股價 今天卻是呈現沙尾盤 而且呢 呈現一個持續破底的情況 另外呢 台積電的股價 也是連續兩天的走弱 不過看到今天 台北股市的這個 《經濟日報》的頭版 裡面有特別提到 上市櫃的營收啊 去年創下了三十二兆 是歷史新高這個情況 可是呢 在指數部分 開始有一點壓力 另外我們來關注到鴻海 鴻海十二月的營收 昨天公布之後呢 十二月營收也是創下歷史新高 而且去年第四季的營收 歷史新高 去年一整年的營收 也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三高的情況之下呢 卻讓鴻海的股價 今天只是呈現一個弱勢反彈 為什麼會這麼弱 我們今天試圖從鴻海過去 他的營收表現 跟股價的這個歷史走勢圖 來尋出一些端倪 另外一個關注到重點 我們持續來看一下 債券市場的一個表現 因為昨天晚上有一個 非常重磅的消息 就是市場傳出 中國大陸可能要減少 美國國債的一個購買量 在昨天晚上六點多鐘的時候 傳出這個消息 不過在今天早上呢 大概十一點鐘的時候呢 中國大陸的國家外匯管理局 馬上就出來否認這件事情 不過他否認的態度呢 沒有非常堅定 因為他用到兩個可能 他說這個消息呢 可能是引用到錯誤的消息 或是可能是一個假消息 所以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所謂的無風不起浪 所以持有美國國債最多的 中國大陸呢 如果真的要開始調節 美國國債的話呢 對於在地市場本身就是一個雪上加霜 再加上可能會影響到FED縮表的一個情況 那現場今天請教到四位來賓 第一位是資深分析師葉俊敏 第二位是資深媒體人丁萬明 第三位是資深媒體人軟木華 以及第四位資深分析師陳宇龍 五七金錢報帶您瞭解金錢貝偶的故事